也是前三组 第一次选 第四组是二次选 对吧 什么四组的提议吗 那就还是一样的 通道主号一到六是一次色选 七到八为二次色选 比如说调节这个感度 咱们现在要调整一次色选 就是成品的效果 如果觉得选的多了 可以把它调调整五个 调到五个之后不需要再一个 因为它是每一组一个 现在第六组前85后设是八十 第五组一到五组还都是八十 所以 点下调完之后 可以用整机一字 点一下整机一字 他问是否前后侧一字 一般情况下在除了黄透力模式情况下 所有的前后侧一字 基本上都是点是 一字和二字是否一字 因为通道主号现在是在六号 是一字写的 如果按到四 就是一字和二字全部一字 从第一组到第八组全部都是变成85 如果按否第一组到第六组是85 第七 第八组还保持原来的参数 不会有任何变化 然后点过之后 它会显示整机一字中 等整机一字结束之后 它会显示正常工作 这个过程可以在一边生产的时候一边调 不需要把这个动料和控制关闭 包括这个系统设置里面的争议 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觉得调到十二 也有转机一字 道理和感度是一样的 然后它也会显示整机一字中 现在是正常工作了 就说明它的这个参数已经整机一字 调整完了 嗯 震动量也可以用整机一字 因为你一组一组的调比较麻烦 整机一字 因为它只控制一个震动器 它就没有前后射 只有一次和二次 这个时候你根据情况 一次要 只需要调一次的话 就按否 需要调整整机调整 如果需要单独单独调整 那个二次二次选的震动量可以震动讯号 调到四号 单独调整 用这个参数输入也可以 如果需要调整的幅度不是很大 用旁边的加减号就可以 呃 喷气时间和喷气延时 也是要通过整机一字来调整 它们就没有也是一样 没有前后射 因为只是等级只有一个这个参数 呃 喷气延时的意思 就是当你的呃 电子眼发现了这个坏米的信号 到你呃 米落到喷嘴口 开启间隔的时间 这个呢 一般情况下 在9.0到10.0之间 有个别情况呢 也有到10.5左右 呃 如果是选常理的杂交 可能这个数字呢 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 如果选原理的转道 可能会这个数字会相对来说小一点 这个喷气时间就是说 当电子眼发现一次信号 换你的信号 喷气的时间 单位都是毫秒 呃 四字越大 可能就越时间就越长 呃 成品就选的相对来说越干净 呃 一般情况下呢 呃 在0.1次选的话 在0.6到0.7之间 二次选 在0.5到0.6 0.4也可以 比如说0.4到0.6 就可以了 呃 当你这个这个分级时间呢 可以基本上可以定 固定数不动 然后你通过调节分级原始 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你通过调节分级原始 你可以抓米样来看 就是说 呃 我比如说9.8 我抓出来成品 我抓出来9.8 选出来的废料 放在地上 9.9 或者10.0 我再抓一波 再放在地上 通过对比 你找出最佳的分级原始就可以立足不动了 当这些参数全部全部调整结束 基本上这个设计器也就调整结束了 没问题